Hello 大家好 七夕快到了 那重头戏当然就是约会 所以呢 今天我就来教大家画一个 我现在脸上的这个 妆嫩 无辜 可爱 少女 简龄 妆 妆的名字不重要 重要的是分分钟让你男朋友或老公 回到初恋的感觉 然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 香奈儿开天猫旗舰店了 以后买东西终于可以不用袍装贵货找代购了 那今天呢 我就用一些 我非常喜欢的香奈儿的产品来完成这个妆容 好 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呢 那就让我们继续往下看吧 欢迎回到素颜的世界 像情人节这么重要的场合 并且是两个人会进去一面对面的 妆前护肤一定要做好 所以我们先用这个 香奈儿的山茶花气泡水精华 它的补水力非常强 但是肤感又很清爽 非常适合夏天 然后我会用到它的这个CP搭配 香奈儿山茶花保湿乳霜 它长得像个气垫一样 它打开以后是这样的 里面有个小挖勺 打开以后 这个乳霜就在这个里面 它是非常轻薄好推开的 这种白色奶油质地 它的使用感很温和 我觉得非常适合夏天想要保湿 但是又不喜欢厚重绵绵护肤品的人 好 你们可能会发现 我为什么用的这两个东西都这么小 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旅行妆 就是这个袋子里面的 这个里面除了刚才那两个产品呢 还有一个旅行妆的 香奈儿的眼唇屑 你们对这个眼唇屑还有印象吗 我大概在两年前 就有在微博破过 你说它很好用 所以我觉得旅行 戴这个旅行套组还挺方便的 而且它这个包包很好看 它不是那种软啪啪的 它是这种硬的很有质感 出门在外拿出来用的时候 都感觉自己很精致 下面进入底妆的部分 我跟你们说 底妆的最高境界 就是有妆胜如妆 尤其适合直男约会 所以我推荐像我们这样的瑕丝皮 选择一款高遮瑕 但是又轻薄的粉底液 这个可是香奈儿今年新鲜出炉的柔光池妆粉底液 它挤出来是这样的 然后摸一摸 它的粉质超级的细腻 它的没有很顺滑 延展度也很好 它对瑕疵的遮带力能达到八成 我先上半遍脸给你们看看妆效 我看了一下它官方的那个介绍 它之所以遮瑕力这么好 但又轻薄 是因为它是靠柔胶粉末来收拾瑕疵的 而不是像有些粉底液 就是靠厚重来达到遮瑕力 好 你们看 我只薄薄地上了一层 就已经达到这种效果了 好 现在我在这种 动影比较明显 还有黑眼圈比较明显的地方 再叠加一丢丢的粉底液 你们看 动影基本就被遮住了 好 又到了你们最爱的半边脸 对比环节 它的妆效是这种雾面柔光的效果 就是是雾面的 但是带有一点点的光泽感 就非常适合近距离 和人面对面的场合用 近看它是这种柔雾感 就感觉很轻盈 好 等它出一些油之后 它就是那种奶油肌的妆效 如果你更喜欢光泽感的底妆 可以用我之前推荐过的 这个香奈儿的果冻气垫 它擦出来呢 就是那种陶瓷水光肌的妆效 然后我们来定个妆 好 然后到了眉毛的部分 我跟你们说 如果想显得温柔 眉毛的颜色一定不能太深 像我们黑发的妹子 平时会用的眉笔可能是什么 深灰 深棕 甚至是黑色 但是这个妆可以用一个 偏浅一点点的棕色 然后眉毛的形状平一点 真的会更显微柔 但是不是死亡一字眉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了 我原来的眉峰可能大概在这里 但是现在眉峰就往下画 但是它还是有一个弧度在的 你在一个这种不平的 有结构的面上 你画一个B一直的平的眉毛的话 就会很和谐 什么鬼 我在说什么 就会很不和谐 很奇怪 然后我们的眉毛的边界 一定要自然过度 眉尾可以让它稍稍往下垂一点点 但是不要低过眉头 低过眉头就会显得很衰了 然后我们把眉笔竖起来 勾一点毛流感 好了 眉毛画好了 鼻影我们也要画的跟平时不太一样的 就是不要画太明显的一个山根 就是不要把鼻梁画的太明显 当然除非你的鼻子实在是就是太塌了 那像我本来就是有一定鼻梁的人 如果把鼻子画的太挺 会显得人有点凶 我们就稍微修一下就好 修一个缓和的鼻梁的形状 鼻头可以让它圆一点点 不用修得太尖 因为圆一点点可爱一些 好 下面是眼影 这个眼影的画法 是我最近非常爱用的一个画法 就是先用任意一个暖棕色啦 暖橙色啦 暖粉色啦 来做一个打底色 那我就用我手里的这盘香奈尔的限量眼影盘 虽然它里面的蓝色绿色很不日常 但是这里面这个淡淡的粉橘色蛮好看的 而且涂在眼皮上显得很轻透 然后再带到下眼皮 然后这个妆的卧蚕非常重要 尤其是对像我这种卧蚕不太明显的人 我现在画卧蚕的方法一般是这样的 再眯着眼睛 因为这么眯着眼睛卧蚕特别明显 扫在这个它自然形成的阴影下面 然后再随便用一个可以当做深翠色眼线色的一个深棕色 我们用这个盘里面的这个颜色 然后我们加深一下眼尾 然后这个深碎色的面积一定要小 如果太大的话眼妆就不清透了 整个眼型我们要让它往下走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这里画上深碎色 然后上眼皮的阴影跟右光下走一点点 然后重点来了 刚才那个只能算卧蚕的一个灰面 现在我们来加深卧蚕的一个暗面 然后跟这个上面连接上 下面重点来了 想要眼睛显得又轻透又少女 一定要叠加亮片色 然后我今天打算用这个香奈儿的眼影膏 它屠在皮肤上就这种湿搭搭的水光灵灵的感觉 首先把它叠加在眼中 眼睛一下就有灵魂了 还有一个要叠加亮片的地方 就是卧蚕的这个高光这里 它有眼头眼角 我们再用一个棕色的眼线胶笔 把眼线画上 不要画太粗 刷睫毛 好 用这只香奈儿的睫毛膏来刷睫毛 睫毛可以尽量刷长一点 少女的睫毛都是又长又密的 好 下面我们来打腮红 今天我用到的是香奈儿的这个单色腮红 非常火的这个色号330 腮红我们要往中间打 因为腮红它有一定的膨胀效果 而我们脸颊中间这两块是胶原蛋白最快流失的地方 所以往中间打会显得人比较小 鼻子上也要来一点 这样才会有一种很害羞的少女感 不是打在鼻头啊 是打在鼻骨和鼻头中间的这个凹的地方 因为打在这里呢 一个是增加羞涩感 二个就是会在视觉上显得鼻子短一点点 就是人的中庭一短呢 年纪就会显得小 然后下巴也可以来一点 就是感觉害羞了 脸上有点红红的 但是千万不要打多啊 就是若隐若现的那种 额头上也可以 若隐若现来一点 可以了 最近还get了一个小技巧 就是打在耳朵上 因为很多人害羞的时候耳朵会红嘛 那不要打太红啊 不然感觉真的像喝醉了 好 你们看现在我脸上就有那种 我不能露出我的本来面目 我要装一下 现在我打了腮红之后 现在我的脸上就有一种害羞 很娇羞的感觉 哎呀 还忘了一个事情 就是用它这个单色眼影来画高光 超级好看 鼻头也来一点 这样显得鼻子恰恰的圆圆的 终于到了口红的部分 我跟你们说 这期视频 这个妆容 我一定要重点推荐 夏娜尔的这个可可小姐炫光唇膏 情人节约会也非常适合擦这种 果汁感妆效的唇膏 试问 哪个直男不喜欢这种亮晶晶 水嘟嘟的嘴唇 看着就像轻一口 我在之前的那个 史上最大开箱 还有夏季爱用口红里面 都有提到过它了 最戳我的就是它的质地 就这种水润挂的口红 千千万 但是全都抵不过它 然后呢 涂起来又轻盈又顺寡 显色度又高 就是在这种妆效口红里面 显色度算高的了 你不能跟那种雾面哑光的比啊 然后就算厚涂 也不会觉得黏腻啊 不舒服什么的 下面我来给你们推荐几支 超级好看 非常适合跟直男约会的色号 第一个要推荐的是 60号节拍 它是一个很清透的果冻橙色 就这种果汁满满的颜色 擦在嘴上会显得人 又活泼又清爽 你们看完现在这个嘴唇 都宽敦地擦出水了 而且这个颜色在夏天涂 非常的降温 很像那种放了冰块的 鲜榨橙汁 第二支 91号波西米亚 它是一个一吻并情粉 非常的粉嫩可爱 老阿姨减零必备啊 像我这样厚涂 再晕出去一点 然后配上它这种光泽感的质地 就有一种很甜蜜的感觉 太适合情人节了 这种看起来又纯又郁的颜色 才是少女应该有的纯色 92号至爱 它是一个非常纯正的石榴红 这个颜色的显色度不是一般的好 薄涂呢是果汁软糖的效果 厚涂就是这种酱果色 笔薄涂会比较有气场 这个颜色是一个可言可甜的满分选手 而且你仔细看它里面 会有一点点微微的金闪 这个颜色实在是 太可爱了 刚才试的这三支 它是一个口红套组 买这个口红套组呢 会送一个这样的口红包 这个口红包也好好看的 它的质感超好的 然后拉开了以后给你们看一下 是这样 这里不仅是放口红方便 你只是放其他的小东西也很方便 就像那儿连赠品 就是从里到外都写着高级 还有两个颜色我也很喜欢 给你们试一下 第一个是这个98号 一个浆果葡萄色 这个颜色虽然比较深 但是因为它是这种 晶莹剔透的基地嘛 所以看上去很像那个车离子 所以夏天涂呢 会显得嘴巴的特别 多汁可口 显白一百分 好 下面这支是72号急促 它是一个非常淡的 一个淡粉色 如果是薄涂 它就是很自然的 去改变你的唇色 体量唇色 那如果像我这样厚涂呢 就是这种淡淡的粉色 就很适合素颜啊 淡妆啊 好 现在我们的妆 全部都化完了 但是出去约会 还有什么非常重要 香水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当你近距离接触某个人 如果他身上 有很好闻的香味 不仅能增加好感度 而且之后 当你闻到了类似的香味 你就会想到那个人 虽然之前我也说过 我这个人对香水 没有什么特别深的研究 但是什么香水好闻 什么香水不好闻 什么香水直男喜欢 直男不喜欢 我还是分辨的出来的 这款香奈儿的 邂逅柔情香水 听这个名字 就非常适合情人节用 它是淡淡的花果香 高级的展男味 然后非常搭我们今天的妆容 虽然我喷它的次数 还不是很多 因为我最近 没有什么重要的场合 不想浪费 但是呢 我对它的气味 已经非常熟悉了 每次闻到它 都是有一种幸福感 就好像自己是 偶像剧的女主角一样 它的味道 虽然有一点甜甜的 但是甜而不腻 有一种少女的美好明媚 就是不艳俗 你们知道吗 它里面是结合了有 茉莉 葡萄柚 还有温柏的香味 我觉得不说百分百吧 至少90%的人都会喜欢的 它的样子也很好看 好少女 怎么这么好笑啊 好 最后啊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情人节嘛 那如果这期视频 正好围观了男性群众呢 友情提示一下 送礼物 不要自己去瞎买口红和香水 很容易踩雷 就买这些里面 我推荐的这几款 香水不会踩雷 口红还自带 礼盒属性 作为情人节礼物 绝对是非常合适的 那香奈尔天猫旗舰店 现在是开业预售环节 现在可以付定金 然后8月2号是付尾款 付完尾款之后 很快就能收到了 并且啊 如果是在它的七夕页面下单 还会有这种特别礼盒包装 并且里面还带一个这种卡片 你可以在这个卡片里面 写祝福语 好那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啦 希望你们会喜欢 那就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拜拜